政府强制大型社交媒体和及时通讯平台注册 有网民质疑 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存有政治动机 但是副首相杜斯利·阿莫扎西辩驳说 这是要避免网民口无遮拦 事后像个懦夫敢做不敢当 阿莫扎西也强调 要求社媒平台注册在许多国家早有先例 只要使用得宜就没什么好怕 要是这些平台没有在半年期限内注册 明年1月开始就一律封禁 我国政府寄出新的监管框架 要求大型社交媒体和及时通讯平台注册 以申请应用程式服务类许可证 国人反应两极 有的网民断言此举隐藏政治动机 企图让不利于团结政府的流言消音 副首相兼巫统主席拿督斯利·阿莫扎西 今天主持巴掩拿督去部代表大会的开幕仪式后 对此不以为然 他反驳说 中国等一些国家没再使用现有的主流社媒平台 强制注册的规定也早有先例 倘若这些平台拒绝注册 那么一旦过了期限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便会行使权利 让违规平台停止在我国运营 是多媒体的 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昨天申布 新的監管框架在明年1月1日生效 凡是在我國有超過800萬名用戶的 社媒平台和網絡通訊平台 從下個月開始必須向政府註冊 以取得應用程式服務類許可證 如果沒有在這半年時間內註冊 等同違反1998年通訊及多媒體法令 可受到法律兌付 委員會強調 政府此舉是為了營造安全的網絡生態 讓用戶能有更好的網上體驗 尤其是兒童和弱勢群體 新的監管框架不涉及用戶 此舉也符合內閣早前的意見 所有社媒和網絡服務都必須遵守我國法律 以打擊各種罪案 尤其是兒童和弱勢的 自然之間內閣傲 將火頒 受到海公的手 看到我們 ρό crops 科大